本欄目是由齐家网独家冠名播出 齐家互联网装修新方式 微信搜索齐家参与节目互动 既有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人名叫顾李昌 76年前正值花季年龄的顾李昌投身革命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 顾李昌转战了大江南北 出生入死 屡见战功 一块儿买名 我没死把死的了 我今天过来修复的事 我才对得起来了 这样一位战功赫赫 酒精沙场的抗战老兵 为何极度哽咽又老泪纵横 他口中已经去世的他们 究竟是谁 在汤泪水的背后 又有哪些惊心动魄的人生故事呢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由齐家网独家冠名的北京卫视 暖暖的新家第二季 你看一楼 您好 这是顾爷爷吗 是 顾爷爷我们是北京卫视的暖暖的新家 你好 你好 小鸡 没错 你真棒 爷爷您在这干嘛呢 我看着 升旗 哦 升旗呢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的设计师桑林老师 您好 爷爷 嗯 贵熊妖 不 贵熊 一切自然的表述 言语轻松 所以应该以轻松科学的态度 面对设计 我是设计师 方林 91岁的顾李昌是一位抗战老兵 也是一位从北京联合大学离休的老干部 我来 但是当主持人和设计师走进这位老人的家时 却发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 按说像顾李昌这样的老干部 每个月的离休金也不低 但为何他却选择 常年生活在这样一个简陋破旧的老房子里呢 除了简陋的生活环境 老人家还有一个生活习惯 就是每一笔支出老人都会严格记录 老人常年省吃简弱 吃最便宜的蔬菜 穿最便宜的衣服 家里的用品和摆设 也都是好几十年前的样子 为何老人生活如此清贫 这让在场的每个人心生疑问 而更加令人没想到的是 当老人听到暖暖的新家 要为他免费装修的好消息后 91岁的顾李昌 却做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 反正麻烦顾家干什么花钱呢 哎呦不要闹 不闹 Sin bankrupt 不追溯 我 则 死 死 哥 你 对 我 你 看到 你们 感谢观看 这间朝东的卧室 面积仅有不到7平米 甚至不及一间 普通房子的厨房大小 除了一张一米二的单人床 就什么都放不下了 如今老人年岁大了 睡觉需要人陪护 这么小的卧室 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 四处漏风啊 这间老房子 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就是窗户 60多年前的老窗户 从未改过 每年冬天 老窗户四处漏风 家人不得不用胶条 将每个窗户全部沾上 51平米的老房子 储物空间严重不足 门厅有一个巨大的顶柜 距离地面两米高 每次顾里昌的儿媳妇 都要用一个圆桌 落着一个凳子 才能爬上去拿东西 阿姨你别上去了 别上去了 没事 你等会儿 你爹地把我腿送一下 你过来 对 由于柜顶深度有一米 里面的东西 老人的儿媳妇 还要爬进去取 这间屋子主要是 爷爷会课 学习的地方 它所有的这些东西 你看 就是等于有个地儿 塞一下 能塞上就不过 你看这资料放在这 窗户 永久打不开 顾爷爷家里最多的 就是书籍和资料 多到没地方塞 只能堆在窗台和桌子上 有的时候随手乱放 找的时候又找不到 那么如何处置顾爷爷的 书和资料 也成为了困扰 设计师桑林的难点 我是业有多少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怎么样 那么好吃吗 行吗 太厉害了 谷爷爷家最不方便的地方是这四平米的卫生间 而卫生间里最引人注意的还是头顶上悬着的这把白色椅子 这把椅子是做什么用的呢 为什么挂在头顶 就是把椅子从这拿下来 然后放在这儿 注意动 坐着洗 原来这把白色的椅子是顾爷爷洗澡的时候用的 顾爷爷每天都要洗澡 不能站着 只能坐着洗 我一想啊 我昏了不来劲了 再洗澡 我就要洗澡 再洗澡 我就要洗澡 再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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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着 扶着管子 然后再动下 对 对 看爷爷都不方便 这个层板都是不安全的 玻璃 有脚 还有爷爷这个是也不方便的 对啊 你要坐在这里 这套腿要碰它碰这里是吧 也是不方便 对不爷爷 体验了一整天 除了发现顾李昌老人家里有许多不方便之外 设计师桑林还发现了老人的一些长寿秘诀 这对他的设计也将大有帮助 首先就要从这早餐说起 顾爷爷的早餐可是暗藏玄机 是有各式各样的神秘粉末制成的 这个是核桃粉 这个是义女人粉 这个是非芝麻粉 芝麻明目 核桃养脑 五股杂粮一样不少 既简单又养生 电视机前的观众您也不妨试试 顾爷爷血压 血糖 血脂都控制得非常好 那都是因为他每天每餐必吃一样食物 那就是鱼 就是鱼是几乎不断 太冷了 虽然顾爷爷腿脚不灵便 需要借助步行车才能走路 但是他依然坚持每天早上散步一个小时 风雨无走 你都心惊了 二位好 好 知道吗 雨虽然颜色 雨虽然也没有按摩 你这样睡呀 还喜欢床子 是这样睡呀 啊 床要这么烦 脑袋到哪了 这样是 设计师桑林的一句问话 让顾爷爷一脸一褥 难道桑林的设计 还跟顾爷爷睡眠姿势有关系吗 原来顾爷爷的床 常年贴着冰冷的墙面 不利于老人的身体健康 而且不方便家人照顾 睡觉咯 晚安啦 爷 晚安 跟我小时候家特别像 还是充满一种感情和激情 设计师桑林的愿望究竟是什么 这一晚对桑林来说 注定是个不眠之夜 此时的顾爷爷同样辗转反侧 这意味着他即将搬离这个 他生活了五十多年的家 本节目由齐家网独家冠名播出 齐家互联网中心新方式 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是在哪里呢 就是说 作为一个设计老年公寓 国内知名的设计师 桑林决定把这次设计主题 命名为现代化老人一句 这个墙子就不要行不行 它不用的时候它小灯放你一收 一推收进来OK 那跟老人设计的可能跟别的设计不太一样 那么我们就考虑到一个老人的状态 它有什么不方便都要有这种方便它浮撑的这种设施 判断之间的选择 我觉得这个更好 来爷爷看看啊 看这个什么 看这个什么宝贝 根据规则 每个家庭需要选择一件承载回忆的老物件 设计师要把它融合进新家的设计改造中 顾爷爷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 因此他选择把自己最大的荣誉 军人的徽章作为老物件移交给了设计师 搬家的日子到了 91岁的顾李昌在整理东西的时候 突然又提出了不想搬家了 心不忘记了 怎么了 爷爷 嗯 没事 53年了 53年 还真有改静呢 老房子伴随着顾爷爷一家人成长与变迁 在这老房子里发生的一切 如今像过电影似的 一幕幕在脑海中闪现 儿女们小时候围坐在客厅吵闹着吃饭 就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 如今他们都成家立业了 都有了自己的孩子 只有这老房子一点也没变 像个老伙计一直陪伴着顾爷爷 那开战都干过二十多年了 现在要搬家了 我倒要带走 这时候用来赌到年龄 贵子 有感情呢 等你老了 你就懂了 给你拿着绳子 你一会儿掉了 你一会儿 你怎么那么多事啊 顾爷爷有五个儿女 一家人很和睦 目前老人的生活 由大儿媳妇周凤云照顾 搬家后 周阿姨希望继续照顾爷爷 大家好 这里是由其家网独家冠名的北京卫视 暖暖的亲家 第二集 现在我们就要正式跟爷爷 收咱家的钥匙了 爷爷 我先问问您 把房子啊 把家交给我们装修 您放不放心啊 一百个放心 都是有高度觉悟的同志 我正好就把 有着这高度觉悟的 我们的旗管家请出来 把您的家交给我们您放心 我也把它当成自己的家 来去监管 我非常放心 旗管家先生 我们一切都放心 你看爷爷说了 相信你 那就爷爷可以把钥匙给我了 咱家钥匙呢爷爷 在这儿 都准备好了 好 来 您把这个家钥匙 放进这个家里 好 来 行 您交吧 习管家 一切交给您了 冷冷机长 成功 爷爷真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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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拆完成之后 60年代的老房子露出了原本的面貌 然而这天 我们却发现设计师助理万全坐在轮椅上 桑林推着他在空房子里走来走去 这是在做什么呢 对待不是空 从那边去 但是我没有打 我进去之后就都进不去 我知道为什么我要保持这动线的直动线 譬如说你这么拐在家里面 你这么近 不可能 原来设计师桑林是想要体验老人在房子里的动线 也就是行动轨迹 按照现在的房间格局 如果将来老人坐轮椅的话 一定会寸步难行 现存的房间格局 从老人居住的卧室到卫生间 要经过两道门 更麻烦的是老人还要拐两个九十度的直角弯 如果换成轮椅 这个九十度的直角弯根本就拐不过来 这个墙要给它多长 这个什么 你要给太长 就从这儿往这进的话 你看就哥们走这儿拐弯吧 这不拐弯的时候 它又不方便 这不咱再调整 不行再往这方面推一点 一切为了人家轮椅服务 这个宽度要够 这个宽度要够 就行了 设计师的改造方案是 拆掉卫生间和北卧室中间的一部分墙体 把卫生间的面积增加 同时增加卫生间的宽度 这样老人坐轮椅的话 就不需要拐弯 大大节省了活动轨迹 而老人的家最重要的 就是无障碍通行 卫生间和客厅之间的墙体 在设计师桑林的方案中 正好堵在关键要道 要想实现无障碍通行 必须拆除这面墙 这个人是躺在这个砖墙上面 你能不能再打墙体 把这打一打墙体 打到这边 我要看这边什么情况 我这是会拆 然而 就在工人准备动手之时 却发现它不是一般的墙 那么承重墙拆除 会有怎样的安全隐患呢 其实承重墙 它属于这个楼的公共部分 所以你是不能乱动的 如果你要非要把这个 承重墙拆除的话 它会改变这个楼的结构 跟这个楼的受力方向 轻的话 它会导致那个 有裂缝 最严重的后果 它会导致这个楼进行坍塌 经过现场勘察之后 有着十年加固经验的 施工方郭景全 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原来施工方郭景全的解决方案 是先用钢梁把承重墙进行加固处理 之后再拆除一部分 这样既保证了安全性 又能实现老人的无障碍通行 两根巨大的钢梁被工人抬了进来 然而事情并非想象中那样顺利 齐管家在看到钢梁 并听说了施工窗的加固方案之后 还是态度坚决的反对拆除和加固承重墙 这样两难的选择 不得不需要物业公司的人过来协调 这锅梁不能动 就在他的上面再加一根 这个梁把这个梁拖起来 挺不安全的 我发现我是不会同意你这么拆的 因为你这本身就是主墙 装修协议上来讲得很清楚 主墙是绝对不能拆的 出于全楼的安全考虑 齐管家和小区物业负责人都坚决反对动成重墙 这让郑准备大干一场的郭景泉从头凉到脚 不得不暂时停工 三种啊 我小郭 小郭你好 那下午我不在这个工地上跟那个物业 他那个主任还有负责人不来 说这个加固在这儿的吗 他们不同意 那你不做了吧 停了吧 停了 改方案不行吗 怎么改呀 那个建议我们打开不了 我们这个本来就赶到春节 司工本来就没有时间了 现在一改方案 我是不知道怎么做 为什么设计师桑林执意要拆除成重墙 就在大家质疑他的方案时 桑林却说出了藏在他心里已久的心愿 这我考虑的是什么 未来轮椅我要保持这个通道的 父亲活着的时候 他的房子就是我给他做的设计 我们也是考虑到一个老人的 一个起居的习惯 一个新种不变的一个现实 为父亲打造一个无障碍的老人移居 是设计师桑林一直以来的心愿 但是父亲突然离世 让这个心愿变成了遥不可及的梦 我看到这个家庭 我看了什么 我看了一个人 他想到了这个家庭 我看了这个家庭 这有一个人在一起的 我看了什么 我看了什么 你会在乱七八糟 我看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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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在乱七八糟 我看了谁 我看了谁 要回一趟江苏海安老家 去探望一群老婆 周阿姨按照惯例 帮助顾爷爷收拾衣服和资料 其中有一个神秘的纸袋子 被装进了箱子 从北京到顾爷爷的老家 江苏海安县 有一千多公里的路程 需要坐13个小时的火车 这对于已经91岁高龄的老人来说 实在是不容易 我现在的感情 未了十一 最想念你就得了 少回一年都想 背弃祖国 背叛民族 背离人民 庆余的毫毛 非常担心 有没有能不担心 尾弯 弹得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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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结析 以后 逆一直想的人到底是谁 谁啊 彼得重呢 马上就要到海五 我 我们都欠离了 我们都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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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13个小时的火车 还要再坐4个小时的汽车 顾爷爷终于来到了自己的家乡 江苏省海安县老爸港镇 欢乐 高兴回到故乡了 哎呀 她好大的贵务 顾爷爷回老家要探望的老朋友 就是烈士陵园中的战友们 想到即将要看见曾一同浴血奋战的兄弟 老人的内心激动不已 与热月同辉 与三猴共情 此时出现的一个人让老人喜出望外 哎呦 你好 哎呀 叔叔 哎呀 你好 你好 叔叔 你对我很好 给我的教育 我总记在心上 哎呀 你多保重啊 她叫邵明芳 是烈士的家属 得知顾李昌要来陵园 邵明芳早早就在陵园等候 为何这位老人对顾李昌充满感情呢 我还有个律师 姓乔 叫乔四 是我动员去担兵 这个人担兵以后 我们在一块半年 勇敢啊 乔四 原名乔锦胜 既是顾爷爷的老乡 也是他多年的战友 72年前 顾李昌介绍乔四加入共产党 加入部队 一起投身革命 但在一次县城保卫战中 乔四英勇牺牲了 敬酒 乔四来 来 喝酒 在这座烈士陵园中 像乔四这样的战友 还有很多很多 三鞠躬 三鞠躬 战友们啊 我连年没有来看你们了 我始终深深地怀念着你们 来怀念的是 纪念我的战友 我的亲爱的战友 的词 我 啊 我 我 我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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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爷爷在烈士陵园仔细地查看每一座墓碑 触摸每一个名字 脑海中回忆着与战友重聚的样子 都是让我们的唯一个目标走到一起了 顾爷爷心里知道 这座烈士陵园中每一位烈士的追猎之路都来之不易 因为追人烈士需要走很多程序 经过各个部门审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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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了给顾爷爷量身定制老人宜居 他们跑遍了北京大大小小的建材市场 寻找适合老人使用的建材产品 黑白灰是万能四 拍照片就是用他把手要选 把手可能我建议会能选对这样的款手 老人的材料呢特殊性 比如说这个地砖呢要防滑 然后还有一定的这种舒适感有脚感 他们并没有选择普通材质的地板和地砖 而是选择具有防滑功能的通体砖 你看这两个砖的区别吧 这两个砖 这是通体砖防滑的 这个就不是通体砖 那怎么区分呢 你看这立面 这是表面都能一层用 但实际上这个它有材料区分的 这个呢就全部是通体的 那我做一个实验 就是给老人用 我们一定就使用这种的 这种实宿地板也是设计师的首选 不仅物美价廉 而且具有一定的柔韧度和防滑性 那么如何鉴别实宿地板质量呢 其家体验馆的优才顾问有妙招 它的这层湿面 大家可以先用水试一下它的湿面 水浇上去之后 它的湿面是层滚珠状往下流的 第二点 检验它的机材 大家一辙一弯曲 它容易出现断裂的情况 最后一点 大家特意用火烧一下 用火烧一下 一个好的这种材质的 它不会出现一种刺鼻 那种恶心的一个味道 收拳就拳债的 就这么定了 现在就有点 到了是吗 到了到了 这里是江苏省海安县 老爸港镇的一个农村 顾李昌的家乡 老人再次回到这里 过去的点滴再一次被唤醒 在老人的记忆中 这里是熟悉的 温暖的 同时也是残酷的 这是哪儿啊 这是一路来的我老姐们 原来的老房 老宅的 老宅的 就是被烧了的那个店 被烧了的 第一个房子我烧 一把房子烧的 五点八 见到了家乡的亲人 老人格外兴奋 此时的顾爷爷还不知道 出发前 设计师桑林 瞒着他 交给我们记者 一个特殊的任务 究竟是什么呢 带着设计师的委托 栏目组在顾李昌的老家 找到了一个秀气斑斑的铜锁 栏目所决定 把他带到北京 放在老人新装修的房子里 以表对故乡的怀念 而设计师又将如何改造呢 得知这天是顾爷爷收房的好日子 孙子孙喜陪着爷爷来看新家 没想到新家里还藏着他们想象不到的 家里你好 谢谢 爷爷 这是您的孙子是不是 你好 长孙 长孙媳妇 长孙媳妇 这里是由齐家网独家光明的 北京卫视暖暖的新家 今天这个爷爷 您在这里长孙媳妇 都来陪您一起来收房 你今天是不是特开心 开心 但是啊 咱这个房子到底怎么能收 我们还得问问咱们起馆的 好 来 请托我们的齐管家 爷爷您好 您好 咱们这个家完全安装 我们一起加482道工序 十分完毕 这木柜开盒也没有一点异象 再看这个扣件 扣件安装也特别的牢固 然后咱再看它这个马桶 这钩缝你看层枝缝缝 钩缝也特别的均匀 今天经过队全物的验收 本次装修完全符合 齐家2.0的施工标准 及验收规范 验收合格 现在把钥匙还给您 请您开几个门出家 谢谢 谢谢 哇 这是新家的钥匙 回家 好 走走 回家 李彦 您慢着点啊 好 谢谢主委了 还有一个新家 有一个暖暖的新家 加油新生 这是设计师给您的一封信 哎哟 谢谢啦 哎 设计师同志给我的一封信 当我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 我感到非常荣幸 因为您不仅是一位 受人尊敬的抗战老兵 更是一位91岁高龄的老人 当我走进您家时 我很吃惊 我没有想到您会生活在 这样一个简陋不堪的房间里 窗户因为漏风 常年用胶带封住 家里没有热水管 每天早晨要先烧水 才能洗漱 在洗手间 洗澡要把头上的椅子拿下来 坐着才能洗 我看在眼里 酸在心里 您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 但是他已经不在了 成为我永远的遗憾 现在我决心 重新改造您的生活环境 让您能够有一个舒适的晚年生活 希望您和您的家人 能够在新家开启之时 步入一个新的生活 设计是三零 三个年了吧 五十多年了 是个老朋友了 来吧 咱们回家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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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我们有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有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来吧 你看洗手都放在这了 这你方便 你看你过来 直接就到这儿 真方便 之前存在争议的承重墙 设计师没有动 原来的方案是将这面墙拆除一半 实现顾爷爷无障碍通行的同时 卫生间的面积还能扩大 如今在格局不能动的情况下 设计师只能充分利用分毫空间 将盥洗台盆移到了外面 用推拉门代替平开门 横向铺贴瓷砖在视觉上 让卫生间显得更大 感谢您的观看 很好啊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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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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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行动不便 需要借助步行车才能行走 放步行车 只能堵在门厅的通道里 如今白色多功能柜体 下方有一个巨大的储物壳 这里便是安放老人步行车 或者轮椅的地方 那您得看那个红色的按钮这是什么吗 这是啥 红色的按钮 按一下爷爷按一下 什么在想 爷爷有点什么情况 不是叫 好了 真好 为了老人的安全 设计师在床头特别安装了报警器 当老人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就可以按响报警器 家人随时随地都能够听见报警 及时前来照顾老人 在惯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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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想给您 怎么不好意思啊 给您贴点麻烦 就是说 原来在设计之初 周阿姨告诉给设计师桑林 一个喜讯 而这个喜讯 再次推翻了整个设计方案 而喜不婚怀孕了 而且是双胞胎 我希望就是 在那边有一个碳的空间 好 周阿姨的儿媳妇 吴雅丹怀孕了 而且一怀 还是一对双胞胎 因为周阿姨的老公和儿子 长期在外打工 照顾老人和孩子的工作 就烙在了他一个人的肩上 他希望在新家里 能有儿媳妇和孙子们 休息的空间 说你怎么样能在这个空间当中 去学这么多的问题 51平米的房子里 如何容下四代人 这无疑是一个 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经过设计团队的集体智慧 最终一间富有同区的儿童房 呈现在眼前 这是一个书桌椅 其实你是为了以后 将来孩子长大 孩子可以在这里书写 读书 给他对来准备的 爸 你看这个 这还有两张丁儿床呢 真好 你看你从孙子要来了 有地儿住了 对 对啊 这个是妈妈 这个孩子的妈妈 如果是哺乳的时候 这个能脱出来 对 这个拿出来 然后在这做 帮个整理啊 这这两个绑方 对 上床可供儿媳妇吴亚丹休息 而下床是由两个婴儿床 组合而成 两个婴儿床中间的隔板 可以拉出来 孩子的母亲可以坐在上面 更方便照顾他们 当孩子不在家时 两个婴儿床最里侧的栏杆 可以抽出来 此时的婴儿床 又变成单人床 在这都给你准备了 我想得太周到 对 这郁郁这什么 我跟你说 三老师很想啊 等宝宝出生了之后啊 都带着来 你 我们还有啊 肯定的 那肯定的 对吧 新家有了顾爷爷的卧室 连儿童房也有了 就是没有找到周阿姨的房间 她的卧室在哪里呢 小婉姨没给我们弄床 就是啊 阿姨啊 您睡的有两个位置 可以空间 有两个空间可以考虑 一个是旁边的卧室 如果您要照顾爷爷方便的话 在这里 这还有一个床呢 原来客厅不仅仅兼备餐厅功能 还隐藏着一个卧室 在暮色长方形区域旁边 还有一个把手 将它拿下来 一张床出现在眼前 这样周阿姨既方便照顾爷爷 也能随时照顾孙子们 这床是藏在墙里 您看见的 墙里头的床 中国人没见过 在老房改造过程中 为了实现老人无障碍通行 设计师桑林绞尽脑汁 甚至遭遇多放质疑 原先顾爷爷从卧室到达洗手间 要扶着各种墙和柜子 拐两道弯 足足花费十分钟 那么经过改造之后 能够让顾爷爷在新家中 无障碍通行的设想 最终实现了吗 设计师桑林将顾爷爷使用的门 全部采用老人方便打开的推拉式门 并且扩大了门洞的大小 一般的门洞宽度不超过八十厘米 而顾爷爷在家所经过的所有门洞 都在一百厘米左右 轮椅可以直接出入 这个门是拉门 因为老人未来坐在轮椅上的话 他轮椅推过来 他催手就可以拉过来 拉过来进去 我们不做这种门 停开门就方便 给老人做空间 一定首先满足他的无障碍通道 让他安全宽敞地行走 除了扩大门洞 设计师还拓宽了通道 让顾爷爷从卧室 可直线达到卫生间 所花费的时间缩短到六分钟 爸 你看这个真好 这个你看 这个就是爷爷从老家带上来的门扣 你烟运出来了吗 没有 给老人他从老家带上来的 江苏老家带上来的一个 一个铜的门扣 一个老物价 爸 你看那两个那个纪彩 对 那两个是您的这个勋章 纪念章 也让我做成了装饰画 放到你的床边上 这个画是爷爷的一个勋章 是我送给爷爷的 就是这样也是起到一个纪念的作用 让他能够感受到 自己年轻时候的状态 设计师将记者从江苏带来的铜锁 和顾爷爷的勋章 精心打造成了中式化 铜锁挂在客厅 象征着团聚 勋章挂在床头 预示着顾爷爷的战友 时刻能够陪伴着他 原先51平米的老房子 变身三室三厅 一出一味老人宜居 而这样的改造到底花费多少钱呢 广告之后揭晓 本次房屋改造装修费用14.3万元 拆除及加固墙体花费4.1万元 门窗及暖气费用1.1万元 共计持久点五万元 我担住的家 就如同我们那个工程师所的 学家里 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 不怎么整形 我会想到它 然后这个活动 然后变了样 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 不是由衷的改善 我91岁了 这回来你 享受一下你生活的改善 有谁不想要家 可是就有人没有他 脸上流着眼泪 只能自己轻轻擦 有谁不想要家 也有谁不想要家